在澳大利亞人們湧向海濱 沙灘上豎起了聖誕樹 然而在遭到颱風刺虐的 菲律賓獨魯萬事 卻是另一般景象 父女在收集飲水 儿童在垃圾中 寻找着可食用的东西 尽管如此 素食的圣鷹教堂 还是回响着欢快的歌声 我们可能失去了家园 失去了屋顶 但没有失去希望 在印度南方的克拉拉邦 集中文化共同欢庆圣诞节 一些华人进行传统的舞师表演 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商店里响着铃声 而武装警卫在教堂外高度警戒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警察在圣诞节这一天大批出动 一枚路边炸弹袭击了三名警察 而美国大使馆也遭到袭击 几个小时之前 美国部队举行了一场圣诞弥撒 伯利恒许日东升 回荡的钟声欢迎前来参加 清晨弥撒的敬拜者 一些巴勒斯坦人从袈裟赶来 去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 庆祝圣诞节 真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感觉 但是另外一些巴勒斯坦人 则在哀悼一名一天前 死于以色列宫隙的三岁女孩 在叙利亚举行弥撒之前 也发生了暴力 大马士革的敬拜者 进行祈祷的几个小时之前 阿勒伯的一些居民的家园 刚刚在新的一波空气中 意味断缘残壁 现在也许没有什么地方 比南苏丹更糟糕 这个世界最新的国家 蔓延着政治和种族暴力 有三万人 已经在联合国的营地避难 在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主持了他的首次圣诞弥撒 他要求世界为和平祈祷 为这片充斥着越来越多暴力 和贫困的大地带来和平 这片大地上 有如此众多的人无家可归 缺少饮水食品 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停 美国之音卫视新闻报道